準備投影片,不然其實我那裡一定一堆單車旅遊照片可以分享吧 那其實我剛剛說我會接觸單車旅遊那一年的時候 因為剛好上大旅遊逛的社會,就很小心加入到現在 那其實我加入大學開始加入單車旅遊到現在也快十年了 就對,也將近十年了 那其實,就我也沒想到會玩那麼久 因為當初我甚至當初假遊單車,我只是想一個目標就是 你幫忙單車環島就差不多了 對,但反而我也沒意外那時候大學就是 其實反而還暑假有機會是你只是去騎一個禮拜的深入旅遊 因為像單車環島大部分的其實大概兩個禮拜就騎完了,全台灣的 可是像我們自己知道單車吃了以前外國,單車旅遊活動的時候 其實像東部那一年,花蓉真的蠻大一地市去騎乘化 一下台東就慢慢騎得多了,失業 對,那有的會覺得傻眼說,蛤? 你怎麼花蓮到台東會騎這麼久,也失業了? 可是其實也是因為大學寒假這樣子的禮拜 只有五天四天生就有禮拜,才讓我真的喜歡上單車的禮拜 而且更喜歡這樣子慢慢喜歡慢慢玩 那其實,因為我自己大學,師大學的科技是第17年 所以通常大家不能其實,至少台灣人 我自己挑戰大概一通到失大畢業 第二句問後話就是,你有沒有去當老師? 對,那其實我會說,我自己失大那時候 每次有修完教程,而且我還會去中文學 我自己,我又有去考國家檢定考試 所以我自己本身是有修理的修理的修理 但是我現在其實反而是有在英國教我理事課 主要原因是因為其實我自己大學怎樣自己玩下來 我會覺得我真的還是趕快,但是就是沒有那麼好 我懷疑就是想辦法在修理理那樣教學 所以反而是,就是實習完後也去代理過課之後 我會覺得就,你們在中學教學的生活是很強調的 但是那是實習我也很矛盾就是,那就是實習完後 那中間其實我這樣五年前,實習完畢業後也陸續接了其他 除了,上來中學當老師之外,又有個天校才便就想外公 但是我覺得那個圈子工作出來做就不是我要的 所以我後來其實兩年前也有跑去澳洲住假打工 那澳洲住假打工下來呢,我覺得最經典就是 其實沒想到,就是跟外國朋友那樣介紹台灣的歷史歷史歷史 所以外國朋友還蠻喜歡聽我的講 那因為本來我自己大自專業就是 那我自己大學跑單車的時候,我對台灣歷史也是 死地也是下了蠻多功夫 所以像一般對外國朋友介紹台灣歷史歷史歷史的時候 就台灣文化的時候,我不會只單一講說台灣的東西很好吃 因為我那時候在澳洲打工,他最深刻是很多人 突然也要他介紹很多 台灣人自己跟外國人家台灣,大家考慮第一個感應就是 喔我們台灣的食物很美味 但是接下來講第二個,台灣有什麼特色,如果就接不下去了 對 就其實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就是 就是如果有食物,會學服自己教練 就這邊台灣的人的話,全部叫自己慢慢來 真的會不會有這樣的困擾 所以,怎麼講完好台灣的同事 是如果傳記不下去,就是要怎麼介紹台灣的 那其實也是因為這樣幾天下來 那我後來去年六月回到台灣之後 就選擇投入大工服務業 但蠻有趣的是 我去年六月回來台灣之後 就是八月才去參加國家導遊領隊的同事 就是那... 不是領隊,是導遊的資訊 對 那...可是我在去參加導遊資訊之前 其實我七年前 七年前就已經考過國家導遊領隊的同事 那我七年前其實 會去考國家導遊領隊的考試 肉鬼還是... 真的是因為剛好大學那時候 如果玩單車旅遊跑台灣很多地方 然後換電子開 那加斯大牛哥環境還蠻有趣的 就是因為斯大牛哥國旅程式 超過外國人都會跑進去的學習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其實斯大牛哥外國人 會間接找到斯大牛哥學 所以反而... 我大學時代就是... 有機會跟外國人交流的機會 就居然就是在... 跑單車式的活動車 因為真的就是外國沒有來玩單車旅遊 所以... 我在斯大牛的時候 還真的有帶外國沒有在台灣 就是... 單車旅遊 可是... 在斯大牛哥學生賣外國的單車旅遊 就是... 但是也蠻好玩的 就是... 我們社團每次開一個地方的單車旅遊的時候 都會外國來 而且... 回饋評價都很好 那個... 開出現的地方就是台灣的人非交 對... 所以其實... 反而... 我後來會真的會傳跑到高 有點... 國家同事 也是因為大三都弄當社商的時候 那時候... 就... 不知道為什麼... 就... 三、四個外國朋友來... 反而是大三都弄當社商的活動 甚至更特別的是 像我這張主題開的... 背景 我不知道有沒有一點不太確實在哪裡 對... 對... 其實很鮮明 有能夠... 對... 所以我大三那時候 當社商的時候 我開... 開小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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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小博士活動的時候 那時候正神奇 居然就一次還來了三個外國朋友 而且那三個外國朋友 只有一個馬來西亞女生 可以講中文 其他另外兩個呢 不好意思 他們... 學中文都是... 來台灣想開始唸的 就... 一個是土耳其的朋友 那一個更特別是 中美洲貝里斯 對... 所以我... 那時候... 我就很難忘 就是那時候開活動 沒想到居然... 一次帶三個外國朋友去玩 去... 九分單身旅行那樣玩 那時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的樣子 英文也... 還算七八糟的 然後... 在他們那樣玩下來 居然就是... 最後那個... 土耳其朋友 跟馬西亞朋友 在那時候 居然就是... 船進去 然後... 跟我們說很謝謝 我們帶這次活動 然後他們覺得台灣厲害 真的很漂亮 對... 然後那時候我覺得欸... 其實... 雖然就是我從大神 有點太激 但是其實我... 帶大學來設設... 回憶滿難忘 就是... 沒想到居然會有機會 進去到外國女生 帶外國女生 帶外國女生 那當然... 可是那時候也像... 剛剛前面那位講的 好像大學時代社團 有這種回憶應該就是 也在回憶 好像... 出來做游業 原因也是因為這樣 就... 在那一面那時候 台灣的游業的光景 其實也不太確定 就是... 我不知道它... 能不能發展起來 但... 也沒想到就是 這幾年來 失控變遷 台灣的觀光女版 就... 發展起來了 那... 我其實會開始... 投入... 游業也是因為 我們去年回來台灣 就開始分析這樣 再來個四、九、九、九、四 在對方車站 我居然會看到就是... 欸...不只是... 台灣人自己會來玩 還有那個... 日本的海國 是沒有金髮幣也 到台北來的 台灣人會來玩 對... 然後才讓我覺得就是... 我就... 還希望就是... 換說這邊... 東北角這一帶的... 深度... 深度的觀光女喔 然後帶這樣外國朋友 玩台灣東北角 因為其實我覺得 一直也蠻可惜的 台灣東北角 就是外國人來... 好像就只會玩兩個地方 就是九分 而且九分還自己 限於上面的那條路街 很多其實都不會再走下去到城花室 那品稀的話 好像就裏多也坐小紅車 進去 然後裏多會去十分那邊 放個裡面整理這樣 可是像品稀那邊其實... 就是... 它其實每個小站都是有故事的 而且品稀另有一個漂亮的 就是它的第一次自然景觀 因為我大學那個時候 帶單車的旅遊 就是除了左邊那條線我們帶過 就是有不少辦活動 會來玩的開城之外 那另一條線我們是很開過的就是浦溪線 對 那那個什麼浦溪線 甚至開活動呢 就是開... 你覺得開最好的就是... 那個場地就是那個高中同學的同學 對... 因為它開了浦溪線也是幫你立下很深刻 對... 它沒想到它自己還找到浦溪小路旁邊 都熟了那邊角色 就是自己邊騎腳踏 邊看小米車開出去 好... 所以那個高中同學 其實他一直騎腳踏車下來 他最愛的就是騎 男車女的就是騎 對... 對... 那其實就蠻難忘就是... 因為... 我就這樣子走一圈下來 就其實... 也轉一圈才跑來過觀光 但是... 現在呢就是... 雖然我也很想在外國沒有去做男車旅行 但其實... 目前也碰到了一個蠻尷尬的狀況 因為我剛好... 原本去... 今年三月就進到一些單車女的公司 我就不是跟那個老闆就是... 這一兩個月起太大程度 所以上個月... 十月之後就... 廢離職了 對... 因為就跟他衝突太大 他有一個工校 我也不是跟他做過事 所以... 現階段的話... 我還... 我反而是意外就是... 認識那個基隆年齊 基隆前女生的朋友 那我反而現在就是在跟他 可能現階段 我沒辦法說 因為我自己也沒辦法 騙出十台腳踏車帶單車旅遊 可是... 因為東北角其實還蠻好玩的 就是不管是基隆 還是其他... 雙溪這些小鎮 其實還可以帶那種... 主婦旅遊類型的類型 當然要帶單車旅遊 還是有一點可以帶啊 就是雙溪小那邊 因為我不知道 這一邊在座的人 有沒有去過雙溪 可能有人有... 可能有人沒有 但是雙溪那邊有主角頭來幫忙 所以你們會推薦 如果要體驗單車旅遊都可以這樣 然後可以去雙溪或者是鎮溫 或者是鎮溫 對 那... 欸... 沒想到這樣子 夢不到了 那其實... 我再講一個好嗎 那其實那個時候 七年前我考島領隊 還蠻好玩的是 那個時候會... 會確定就是... 因為那時候我考島領隊 第一個碰到的時候 不是... 所以我要考慮華語的導遊 旅程還是英語的導遊 會很重要 因為其實我說我的英文 其實也沒有... 那麼頂尖 我大學也是歷史系 而且歷史系 其實... 西洋史是會... 閱讀就是一些... 非常結色的那個英文論文 但其實口說跟聽說完全 都只有在社會館才是會碰到 所以我也就是很厲害 但是國家... 台灣的至少國家導遊 英語導遊同事 是比較考慮的事 所以那時候也很掙扎 後來呢... 就在我掙扎 要不要... 要考英... 英語還是寶藝的時候 我沒想到就是那時候 大學在... 西班那邊外面走 居然就看到一張海報 那那張海報 影響深刻 他的那個... 演... 演習會... 舉辦第一年 就是在基隆的海洋大學 對... 所以我今天那時候 為了參加那個在基隆的海洋大學 舉辦的那個研討 因為他的研討的處理 其實就是在討論基隆的... 歷史文化還幫忙... 資訊 對... 然後那時候他... 他下面其實他寫了一堆條件 甚至舉辦確定的故事 現在都夢光的 但我只記得他就是在... 星期三到星期的 舉辦這個研討會 那另外一個就是... 他那時候發明的對象 除了就是相關的... 教育... 中學... 社會科教育... 日本的學習的老師 還有相關... 學... 學者之外 另一個他就發明那種... 國家的導遊 就是導遊知道的人 來參加這樣的演習 所以我那時候還蠻妙 我就單純是為了賭桌 看能不能專程跑來 其實我參加這個演習 遇到就是... 考過國家的導遊 對考試的人 然後去請教說... 到底就等... 導遊考的考試要怎麼準備 對... 我真的就是大學... 我說翹了兩... 兩三天課 專程就是一個人 很滑稽 那也蠻幸運的 就是我那時候在... 搭... 重建火車站那邊... 要搭客運到海洋大學的時候呢 居然就真的運到一個姊姊 然後這個姊姊 居然他也就沒過... 國家導考 而且他考過一個導考 考試 所以那時候 我就真的跟他起跳說... 考試就準備準備 那... 也因為就是... 剛好來海洋大學參加演習 才有確定要考考運到 那也蠻幸運的 那時候真的是... 拚了一次就第一分六十幾號 所以其實... 對我來說 基隆的PE 對我看上去一點的 因為我最後確定 就是一些... 是在一起做的 嗯... 那如果有興趣在交流 那種單身旅遊的... 活動質詢是... 就... 待會兒... 考慮你的時間 大家可以來多聊 對... 因為我這邊單身旅遊 回憶太多了 但是不然就該... 那講完 那就先這樣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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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